幽靜丸 我們說明上這盒呢 就是最近剛發貨 然後我今天剛拿到熱騰騰的Metal View龍神丸 各位請看 連外包裝紙都還沒拆呢 我們來看外盒正面的部分 那正面的部分很簡單就是 他直接顯現出他龍神丸的造型 然後這邊有他的名字 然後下面就是他這個系列 Metal View這個系列 然後他開了一個新的系列這樣子 然後側邊的話也是有寫他的名字 然後背面的話呢 就有他幾種姿勢 包括拿燈籠劍的樣子 還有龍雷拳的部分 還有一些造型部分 然後解說部分 最新的情報已經流出來了 未來也有可能出邪虎玩 或龍王玩之類的 可能啊 那接下來我們就直接把它拆開吧 那我們展開在桌面上的 就是所有的內容物 包括本體 然後龍雷拳的特效 還有兩對造型手 跟我們的地台 還有一本用不到的說明書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本體的部分吧 那我們畫面上這個就是龍神丸的本體 那基本上呢 Metal View它這是這個龍靈系列的話呢 是讓它裡面有龍的本體 這邊可以看得出來很明顯 它這個頭部這個地方呢 裡面有一隻龍的感覺 然後你將頭部抬起來的時候呢 這邊也很像有一個龍的下巴 然後身體往上癢的時候呢 也是可以看到類似龍的尾巴 跟它中間那顆球 對 這個部分就是這次萬代主打的內容 就是它裡面有一個內構就對了 就像我們NG那樣有一個內構 對 我們近看的話這個圖裝是非常不錯的 然後這邊它這個勾域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也做透明零件 那感覺也是蠻還原的 對 那隻唯一的小缺點就是 右腳這邊有重一點掉漆的部分 那這還好啦 這個其實應該可以 我自己可以處理 對 然後我右腳的話也比較鬆 稍微鬆一點 這算是不知道是通病還是個案這樣 腳大大沒有類似情況的話 也可以在我影片下面留言喔 我們可以直接來看到可動的部分 那可動的部分呢 那基本上它這隻的話呢 頭部的部分的話 它要左轉右轉的話 可能干涉性比較大 開頭的話 這邊還有一個連動的機關就是 這邊把它往後搬的話呢 抬頭的幅度可以拉高 它的幅度就可以整個提高很多 對 只是它裡面的內構的下巴也是看得到這樣子 是比較不好看 但是也不會啦 就看你怎麼擺姿勢這樣 左右手的話呢 它這邊的話 有跟NG做一樣的 展開的部分 那展開的部分呢 你可以讓手 做很多動作 然後你看 它可以 撐到這樣子 然後頭部 雖然會乾涉 但是稍微移動一下就可以了 對 然後這邊手的話呢 加上這邊 把龍牙給搬開的話 整個手可以 轉那麼高 這樣就可以還原它兩隻手握的端龍劍的樣子了 對 這樣轉過來 也可以看到這邊 它這邊是用金屬的部分 然後這邊就是塑膠部分 對 然後這邊就有做多重的那個關節 這邊手肘部分要轉也是沒問題 我這隻是比較緊一點 那它就可以 雖然它沒辦法轉到360度 但是它可以 就是做橫向的轉動 這樣子 擺姿勢上的還是沒問題的 對 然後部分它也可以接近這樣的幅度 對 所以它其實在可動上還是可以的 那左右手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我們看下半部 那它中間有那個球的設計 所以它要彎的話比較難 是可以彎 但是其實你會 會卡到這個球 所以基本上 可能它腰的幅度就沒有那麼大 腳部分基本上前踢 然後後踢 都是可以的 然後它的關節呢 這邊有做連動 它這邊彎過去的話 它這邊鎧甲部分也往後 幅度不大 因為它魔神英雄傳的腳上Q版是短的 所以沒辦法 像鋼彈那麼可以做到兩重關節 但是其實基本上這邊都有連動 然後腳踝的部分也是 腳踝部分可以往下伸 這邊可以看到裡面也是有金屬的部分 那這邊可以折到這個程度 然後腳底板的部分可以 稍微抬起來這樣 這邊可以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往下 然後這邊往上 多可以 那基本上它的做動作的話 基本上就是龍A拳的展示 跟燈龍劍這樣子 但我覺得 畢竟萬代肯出這隻 算是第一隻的合金的龍神丸 已經算很不錯 它其實比例真的算大隻 我的牙肺王擺在一起的話 用鋼彈的比例來講的話 就是接近1% 然後我們可以背面看一下燈龍劍的部分 那它燈龍劍的塗裝 我覺得也算不錯的 雖然它是用消光處理 但是其實整個劍身的部分 非常還原的不錯 然後劍柄的部分 這個消光紅也處理的算是非常好 你可以稍微再看一下 我們當然的那個金屬關節的部分 對 它是用這種類似摺疊的設計 就是讓你可以打開這樣子 我都覺得算不錯啦 接下來稍微掰幾個姿勢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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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今天的MB龍神丸的開箱分享就到這邊為止啦 那萬代呢 第一次出合金的龍神丸 就代表它未來在魔神雄傳這個商品上呢 可能會多了MB這個選項 那像戰神丸 幻神丸 空神丸 或是血虎丸 這些都有可能 但是我是覺得啦 我是覺得應該還是以主角小杜的機體為優先 可能下一次就是龍王丸或是那個龍星丸之類 因為它之前流出的MB未來的那個計畫的圖裡面 基本上除了有一隻很像血虎丸之外 其他兩隻都很像龍王丸的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可能還是以小杜的機體為優先吧 對 那就未來看怎樣吧 今天的影片假如覺得可以的話呢 就麻煩幫我按讚跟訂閱 訂閱就麻煩各位幫幫忙啦 那我是維尼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啦 掰掰